我的第一个问题来了 您说 你怎么看待曾经的话剧演员 和现在脱口秀演员 包括管理者身份 他们之间的同和异 话剧演员更多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我的表演能力的一种 因为是跟要是学习嘛 然后是对我的表演的 专业技能的提升的 训练的学习方式 是话剧 脱口秀更多的是 我自我表达跟观众交流 然后是一种 从我的角度来讲 是一种社交的方式 管理者就非常简单的 就是想办法怎么挣钱嘛 对吧 钱更多 我就有更多的学生 有更多的这个演员 然后再去创造更多的钱 诸位都是这个想法嘛 对吧 当下是一个快节奏的时代 对 什么东西都讲究一个速度 好像大家就都盼着说 一件事我要投入 很快就要见校 然后就要再大量投入 你怎么看待 当下的脱口秀行业 你觉得它浮躁吗 我不敢代表所有人 我只能说我自己 对 就谈谈自己的观点 对 我只能说我自己 这样的话 谈完之后 你就能够被更多的同行封杀了 和落黑了 对 来吧 把自己的后头绝了吧 对 现在就是你的职业终点了 对 行 可以 无所谓 在这儿求职 其实现在要求职了是吗 因为我们今天实话道理 因为我们今天缺一个求职者 我准备把你毁了以后 让你留在这儿 接下来马上就是进入到下一位求职者 好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可以的 很好 各位老板 大家好 我叫田龙 我必愿于河北传编学院表演一期 今年32岁 我今天来到这里想谋求一份 天津卫视非你莫属的节目主持人的职位 谢谢大家 来 来 好嘞 再见 田老师 好嘞 再见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求职者 大老师 各位 谢谢他 你再求一点这个职位 咱俩就能玩一天 是吗 你看随机应变 随机应变 好棒啊你 田老师的表演风格就是以线挂组成 我看过很多头口秀演员 现场线挂他排第一 非常好 真的 那田老师你怎么发觉学生 因为就像比如您吧 笑点可能就比较高 看了很多 你怎么感觉这个就是好的 这个东西特别虚 特别虚 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头口秀演员 从我的评判角度来讲 第一要有表达的欲望 第二要说话至少有一些 你说话不会有一些很致命 或者很严重的问题 第三有自己独到的思想 还有一点就是和我的演员就好了 符合我的演员就是 我觉得你上台观众能喜欢你 那赶紧说说我们在场12位 谁符合您的演员 对 谁能够成为你的学生呢 这种挖的坑的问题 刚才你说那个尖锐的问题 咱们还没有回答呢 对 脱口秀行业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是关心现在的问题 田老师我们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对 我们特别关心 我们谁能成为你的学生 杨蓉女士如果想要说头球的话 完全可以的 是完全可以的 所以你已经决定了 说我为学生是吧 那怎么敢呢 我都是来求职的人 还是回到我那个问题上 你经历过这么多 吃过苦 知道上台有多难 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没吃过那么多的苦 迎来了一个好时代 那你现在对于这个行业 有什么新的看法 就拿这三年来讲的话 整个行业都还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咱们讲说风口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些风口 都要感谢上海效果文化 他们做出的这两档节目来 对整个行业的推动非常大 今天来讲是脱口秀行业 我认为发展最好的时候 所有人只要你想说脱口秀 你就可以在北京 在天津 在上海 在全国任何一个 二线以上的城市 都能够找到脱口秀俱乐部 都能够找到一批爱好者 人人都可以来参与进来 但是同时我也在说 现在这个时候 又是对我们脱口秀 这个行业来讲 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就在于 它的发展速度过于地快 过于地快了 过分地受关注 可能会大大的缩短 他们的艺术创作热情 就是他们会很容易 觉得很满足了 比如说像今天 刚才他们也有提到过 今天脱口秀演员很少 成熟的脱口秀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